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有将数据保存在其中 我们才可以执行我们的逻辑运算 好吧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给大家来讲讲常量到底是什么 那么什么是常量 按照概念它是这样来定义的 在程序执行的过程中 数值不可以发生改变的量 那么换一句话 就是在计算机程序运行时 数据不会被程序修改的量 那么在渣瓦中啊 常量是分为两大类的 一大类呢叫做字面值常量 一部分呢叫做字定义常量 而字定义常量呢 我们在学到面向对象的时候呢 我们再给大家进行讲解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主要给大家来讲解字面值常量 那么字面值常量 顾名思义 我们想想 它就是按照我们当前这个数值 本身所表达的含义来定义的常量 那么包括字符串常量 那么字符串常量呢 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用双引号将我们的数值扩起来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整数常量 整数常量呢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所有的整数 比如说一二三一百二百三百等等等等 有了整数常量那自然还有一种呢就是小数常量 小数常量那就是所有的小数了 带有小数点的都属于小数常量 那么接下来三种啊 那就属于比较特殊的了 其中第一种呢就是字符常量 那么字符常量和字符串常量一字之差 但是相差还是非常大的 那么字符常量呢 是用单引号将我们的数据获起来 但是单引号中有且必须只有一个字符 这才叫做字符常量 如果我们这个单引号中多了一个字符 哪怕是一个空格都会报错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叫做不尔常量 不尔常量呢 其实说白了就是是或者非 所以它这里头呢只有两个数据 一个叫处 处就是是的意思 一个呢叫做false false就是否的意思 接下来一种呢叫做空常量 空常量呢 其实就是单词 小写的null 它的发音叫做now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来演练一下 我们找到我们之前我的文档中的java-files这个目录 我们将第一天的内容呢 我们创建一个文件夹 将我们的hello world我们放到day01中 那么今天呢我们再创建一个day0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我们的editplus 好 在开始中我们找到editplus 接下来我们点击file 点击new 找到java 我们来创建一个java文件 这个例子呢我们主要是练习常量 那么常量它的英文单词呢叫做constant 但是为了简单点我们往往呢都用const来表示 那么接下来我们起个名字叫做demo demo呢代表的是案例的意思 好 我们接下来呢在上方我们做一下注释 这个例子呢我们主要是练习常量 我们用这种注释 那这个注释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讲过了 这个叫做多行文本注释 好 那么练习常量的时候呢 我们第一种大家来看一下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我们的字符串常量 那么字符串常量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在双引号里头把它给阔起来 至于这个双引号里头是什么 无所谓 而且还可以是为空 好 我们接下来甚至将我们的双引号中啊 我们保持为空 这也是一个字符串常量 好 我们接下来来练习第二种常量 第二种常量呢叫做整数常量 好 那么整数常量呢 其实就是一个整数 比如说一二三 比如说我们这里都写上一百 那么包括像零 这些都是属于整数常量 好 我们接下来呢来起个名字 这个文件起名字 我们一定要跟当前我们的类名保持一致 我们就叫做const demo 好 点击保存 我们把它保存在对02这个文件夹下 好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第三个常量 第三个常量既然有整数常量 那自然就有小数常量 好 小数常量 比如说0.0或者1.234 再比如说0.0这也算是小数常量 好 那么这三种常量呢是属于我们常规的常量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来看一看它是否能给我们一个正常的输出 好 找到我们当前这个目录所在的位置 在地址栏中输入cmd 此时启动命令提示符 并且已经将我们的目录 转移到了我们当前Java文件所在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执行 Java C 后面加上const demo 加上后缀.java 好 此时我们执行编译 已经给我们生成了一个.class文件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执行 那么我们只需要将后缀删除掉 同时将我们的Java C中的C进行删除 好 此时大家来看 给我们运行完了以后呢 Hello World作为一个字符串常量 输出来了 那么第二个呢这是一个空的字符常量 也输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两个整数的常量 100和0 以及这些小数常量也已经输出出来了 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练习练习 下面的三种比较特殊的常量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叫做字符常量 那么字符常量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一定是单引号把它给圈起来 那么单引号中必须得是一个单个字符 我们现在呢一个里头是大写字母A 一个呢是小写字母A 如果我们现在要是这么来执行 没有问题 好 我们现在来实验一下 我们按上键 执行Java C 好 此时给我们重新进行了编译 好 接下来呢执行Java 那么就将我们的大写字母A和小写字母A 都输出出来了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它是否真的像我们所说的单引号中有 且必须只能有一个呢 好 我们接下来呢将其中的这个字符 我们删除掉 我们来看一看 好 我们接下来重新按上键进行执行 那么在编译的过程中就已经报错了 说我们这里头呢是一个空字符文字 在第19行 好 回到我们的程序中 我们来看第19行 果然出错了 那么实际上这就告诉我们 单引号中啊 我们必须至少得有一个字符 好 那是否可以有多个字符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小A后面 我们增加了一个0 好 我们现在再重新按上键进行编译 此时还是依然报错 说在我们的第20行 说出现了一些未结束的字符文字 其实呢20行就是我们这里头 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单引号中啊 它只允许有单个字符 如果我们多写了一定会报错的 好 我们接下来呢 对这句话我们进行注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练一练习我们的布尔常亮 那么布尔常亮 刚才我们说了 布尔常亮呢只有两个数值 一个是是 一个是否 好 我们接下来将这两个数值 我们写进去 一个是处 好 一个呢是false 我们接下来对它进行输出 按上键进行编译 好 此时编译是成功的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执行一下 此时将 true或者false 也已经输出出来了 但是一定要注意我们这个处或者false 外面不可以加双引号或者单引号 如果你加了双引号 那它就变成了一个字符串常亮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练习练习最后一种 最后一种呢叫做空常亮 那么空常亮呢实际上就是NULL 但是一定要注意如果我们要是想输出这个NULL会怎么样呢 好 接下来我们按上键重新进行编译 此时大家来看一下已经出错了 说我们的println的引用是不明确的 实际上呢这就告诉我们 这个NULL呢 我们是不可以直接通过输出语句进行输出的 那么如果我要非要输出这个NULL这个数值呢 那么我们在后续会给大家来讲解到 如何输出NULL 好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给大家主要讲解的就是 我们渣瓦中常亮中的字面值常亮 包括自幅串常亮 整数常亮 小数常亮 自幅常亮 不耳常亮 以及空常亮 这节课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儿 好 同学们先休息一下吧